首先有 有湯匙 這個是類似我們泡麥奶茶在用的那個湯匙 這個湯匙 我們用在 我們喜好餃的時候 我們先泡解壓錠 泡完之後就 弄這個湯匙下去刮 他就可以刮出 刮出各邊的屑屑 然後 正向反向都可以刮 刮完之後也可以 弄湯匙的這個扁的地方 剛好可以刮出尾端的這些 看得到的 都可以把它刮 刮除完 所以這湯匙是蠻好用的 另外 砂紙 我會處理吹嘴的外側 跟內側的部分 這樣子在吹的時候 才不會刮才不會流血另外 耗口的內側跟外側有時候也會有 有粗糙的刺的感覺 我也會用砂紙把它磨掉 因為內側這邊 我也會磨 因為 有時候我們上高油的時候摸起來會比較滑順 再來是快桿 快桿其實在 修補 的部分會有蠻 蠻 蠻重要的關鍵 尤其是在這個吹嘴的部分 吹嘴有時候 洗完之後他的會出來很多毛邊 當出來很多毛邊的時候 我們可能拿 尖的東西可以刮除的盡量刮除 但是其他的部分沒有刮除的時候他就會 像 甘蔗的屑屑這樣 痠痠的感覺 這時候我會用 快桿把這一些軟組織 上膠 上膠之後他就硬化了 所以再一次的怎麼洗他就不會再有那種 渣渣在那邊然後 先弄 先弄鐵刮除後上快桿 快桿完乾了再用沙紙把它磨完 那整個就完整了 之後再怎麼沖水 都不會再有那個長長的感覺 另外會有這三支工具 這工具是可能在別的地方他們在用一些工業用到的 這是一個 整支都是戳刀的圓柱棒 然後剛好我把我選擇了3mm 4mm 4.8mm 這個在我們在清理洋角的時候加速區 因為他電鑽打過去他裡面會有很多 殘留的屑屑 這工具在使用的時候會 會很大的幫忙 因為我們有時候怎麼刷裡面的屑屑都還是在 我們就只要 3mm先過去 順一順 順一順之後有時候3mm過完 4mm過 過完 再過4.8mm 有些4.8mm過不過 這些過完的時候 裡面其實整個屑屑就已經到後面了 我們敲一敲 整個加速區 就都是很通常的 看來我們再一次 魔忍 我們不至於是 背後 我們是 這個 是